Hello 大家好 今天重重哥哥想和大家拍一條開箱的影片 早前我就用了一磅的價錢 經購物店訂了一盒 這樣的東西 那這盒是什麼呢? 我一會兒就會和大家揭曉 不過事先聲明 一會兒如果你們在這條影片中看到任何商標 都請記住我是沒有收錢去賣廣告 這也不是一個廣告 只不過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鮮的東西 所以才會看這個開箱的商品 事不宜遲先和大家介紹一下這一箱是什麼 我用了一磅的價錢訂了這盒 裡面會有一些食譜 以及有一些醬料提供 其實為什麼會有一盒這樣的東西 有點像一個主食的懶人包 這個主食的懶人包 就是當你有一個食譜 有一些醬料的時候 你只需要去街市買一些新鮮的食材回來 跟著它的食譜 用完它的醬料 那你就可以烹調出來 我為什麼要這麼複雜 我直接叫外賣就可以了 是可以的 但叫外賣的價錢通常都會比你自己煮更貴 那為什麼我不直接去超級市場買一些醬料回來煮 那就可以了 有些不同的 因為這裡提供的醬料 會有點像餐廳用比較複雜的醬料 那如果有些什麼呢 我待會打開箱子 就和大家看看 好了 那現在就和大家打開這個盒 看看這個盒裡面有些什麼 那會有一個Welcome的Levelet 告訴你裡面 其實 你有些什麼菜式的選擇 那其實這個呢 你在Shomium上面去 訂購的時候呢 你都會先選了四款的菜式 跟著才會有這個盒的出現 那然後呢 就有一個 一個信封 裡面裝了一些的Coupon 那裡面的Coupon 我就不一一和大家介紹了 那重點就來了 會看到呢 有我在網上已經預先選擇了的四款的食譜 那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這次選了些什麼 第一個呢 就有這個 泰式的肉碎 那這個是豬肉的Menu來的 第二 就有一個日式的味噌魚柳 是魚來的 第三 有一種巴里風味的咖哩雞 那繼續吧 而最後 就是一個Masala的羊 其實呢 我是特地選了四款不同的肉的 那就是希望 每一天煮菜的時候呢 有多一些新的刺激 我又不想把四款的食譜 用完同一款的肉 那所以我就選了四款 那我就再看看 食譜其實裡面會有些什麼 那譬如呢 它會教你要怎樣去準備 又要準備什麼的ingredients 還有最重要呢就是這個 它這裡有一個shopping list 就是當你要煮這個 的菜的時候 它提供了食譜 提供了醬料 那你自己還要買些什麼呢 譬如以人份量 要煮這個泰式肉碎 你可能要有米 你要買些肉碎 你要買些椒 還有一些bazel 有些香草 你是要買的 那額外的 如果有青檸就更加好 那如果你買齊了這些東西 那你再用它的醬料 跟它的食譜煮呢 其實就應該 會相當容易成功的 那你們見到了 那譬如剛剛我說的 咖哩雞 羊肉 肉碎 豬肉碎 還有這個的魚 就分別呢 就在這四盒裡面呢 就是不同的醬料包了 那譬如我今晚打算弄這個的肉碎 那我就嘗試看看 打開裡面是會有些什麼 好 成功打開了之後 就有三個的醬料包 上面有1、2和3的 那應該就會跟回它的食譜上面 那三個的步驟 去放這些醬料 那我們大概看看 譬如這個是調味粉 那另外呢 就還有一個橙色 相信是一個辣辣的辣醬 那跟著呢 第三就還有這個 好像蠔油一樣 那詳細一點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看 不同的食譜裡面 究竟它提供了什麼的醬料給你 那一般呢 在一個盒裡面 就會有三個這樣的醬料 那對於我來說 我為什麼會嘗試去試 這個素材盒呢 最主要是因為呢 有時候在這邊煮菜 煮得多 都不知道煮什麼好 那又或者譬如 想煮一個咖喱 有些的咖喱呢 你在千古市場 都可以買到那個 Curry paste 但有些特別一點的風味 你未必買到 那又或者是 我想煮這個 泰式的肉碎的 那未必我各樣的醬料 都想買一瓶回來 買了一整瓶呢 如果用完一次 下次又不用 很容易就會發磨 又會浪費 又浪費錢 那所以我看到 其實它一磅呢 有四款的食譜 四款的醬料提供呢 那我跟蟲水又覺得 嗯 都值得去試一試 那至於好不好吃呢 如果我之後煮完 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到最後啦 有一點想跟大家說一說的 就是呢 第一次你去訂購一個 這樣的食譜醬料盒呢 只需要給一磅 的delivery 的價錢而已 那就是純粹一個送貨費 但如果你試完之後 想繼續去用這個服務的話呢 它其實自動已經幫你申請了一個 每個月十磅的計劃 是十磅的計劃 那你不取消呢 它每個月就會不斷收你十磅 不斷收你十磅 那當然啦 你每個月都會收到一個盒子 裡面會有四款的食譜 還有四款的醬料去提供給你的 但是如果你試完第一次 覺得未必這麼合適 你試完一次都想算的啦 那就記得記得 要在自己的帳戶裡面 取消一個subscription 那你就不會再每一個月 收到額外的收費的啦 好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為止啦 希望呢 喜歡新鮮的大家都可以去 試一試這種產品啦 看看會不會幫你 在下廚的時候 找到一些新的靈感啦 記得留言 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